你的命都沒有再留 前世今生幾乎長得一模一樣 如果我們投胎是投胎在過去的話 那是一個怎麼樣的想法 如果我們現在死了 然後我們下一輩子是在日據時代 就時間並不是一個像我們這樣想的直線 那會是怎麼樣子 你的來勢可能不會是未來而是過去 它可能會是生命存在的某一個樣態 它的題材本來就是我非常喜歡的 在講關於輪迴 曾經有一個說法是 一個靈魂它其實會分成很多碎片 它們可能來自於同一個地方 你可能會遇到很多跟你來自同一個地方的碎片 阿公阿媽會講日文阿爸阿媽講台語 我們這三個時代其實會有非常大的一些代溝 那個時代已經完全是另外一個國家了 好像其實我們所有的台灣的人 都已經出國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又繼續的生活 但我們並沒有我們就是一直在台灣 我們就是一直活在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一直在改變 如果活在當下啦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是非常非常難做到的 人就是會去思考未來要幹嘛 然後又被自己的記憶困住 導演帶著我去訪問了中原院的一個教授 他也正在研究關於前世今生的一些事情 然後他自己也是一個天文學家 他的研究跟他的信仰 兩者是並存的 然後甚至他的信仰是支撐著他的心靈去繼續做他的研究 天文你就是一直在看資料看數據看微微的小變化 你可能可以等個一年兩年十年 然後你為了一點點微微的小變化開線要死 某種程度上應該算蠻浪漫的吧 天文它是一個非常龐雜的體系 然後我們試圖用人類的角度去探索這幾億幾千萬年的時空 人類相對來講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存在 或許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神 然後每一個人最有力量的部分都可以從自己身上找到 只是很多時候我們沒有發現 電影並沒有要告訴你什麼答案 而是透過觀賞這部電影然後你開始跟自己對話 我覺得如果大家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也會開始省思自我的狀態跟自我的迷惑和自我的問題 那我覺得就會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唉唷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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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